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改变了我们某种审美方向 但是你要说一个音乐人的音乐能够影响一个时代人的情绪 那么这个音乐人他一定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歌者 而上升到了星音诗人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师 那么面对这样的文化大师我们应该肃然起敬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这位文化大师 他就是中国摇滚之父 崔健 他是新长城路上的摇滚斗士 他是中国摇滚音乐的堪山鼻祖 他的音乐威力之猛烈 自穿每一个人的内心 他的音乐让中国摇滚从一无所有中破壳而出 但从不向任何人低头 他就是崔健 一个终于自我 终于勇敢 终于进去的新风艺术家 本期脑梁故事会为您解读 中国摇滚之父 崔健 我在这里想三天 谈起崔健呢 我想到了我们过去传统文化留下的几句话 叫九风之鸡引 诗相慧人音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己人 像崔健这样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大师 恐怕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呢 想隔着时空超越二十年以上 获得广泛的认同感是非常困难 因为那个时期崔健好多的歌曲啊 是跟八十年代那次文化启蒙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时至今日呢 可能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朋友 对崔健已经陌生了 那么当时我们对崔健的了解是始于一首歌 这首歌现在呢 我们依然把它称为中国音乐历史上的 一个绝对经典的一首歌曲 那就是一无所有 我曾经对文歌不朽 你后续跟我走 你后续跟我等了很久 你后续跟我退后的要求 我要踏进你的手 你踏进我的跟着我走 这是你的手带摘得多 这是你的泪也太多 我为你生日老太过 当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如此嘶哑的声音 发出这样的这个音乐人那种呼唤的时候 能够影响这么多的人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 一旦音乐当中能负载着这么多的力量 音乐可能给我们以往的感觉呢 是很优美 比方说当时很多人听邓军那歌 觉得是很悦耳的声音 那么美学意义上有两种概念 一种叫优美 一种叫崇高 那么可能崔健的音乐当时 就唤醒了我们对音乐崇高感的这种认同 那么不仅仅是我们认同崔健 后来我们知道香港有个著名音乐组合 别样的 他在到大陆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 就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在演唱一无所有 同样打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 那么说崔健绝对算得上那个时代 中国音乐界的一个异类 那么他是怎么走出来呢 说起来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时代啊 这个流行音乐刚刚开始起步 那么社会上呢 会经常办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大赛之类的 有那么一次相关机构主办个这样的比赛 那这样比赛就有评委 评委都些什么人呢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 东方歌舞团的团长王奎 这都是权威大腕 那么当时崔健呢 参加了这样一次这个 就等于是流行音乐的比赛 当时崔健唱歌 我们那时候你看 就是说通俗音乐嘛 有人上去比赛 模仿一下邓立军 或者唱点什么歌曲 可是老崔跟别人都不一样 他当时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 叫不是我不明白 最奇特的是 这种结构当中呢 夹杂着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ropper 就是说唱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从前看起来简单的事情 现在全部明白 他把这首歌唱完了 底下评委傻了 嗯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这些评委 再说白了 有的都不知道这 不知道什么抓捕 你听这 这帮你听过 这太另类了 所以当时评委经过审议 连复赛资格都没给他 直接拿下 但这里头有明白人 我们说这个东方歌舞团团长 王坤 老前辈了这是 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找到崔健 说你这个东西啊 是你自个写的吗 啊 我自个写的 你跟别人都不一样 甭管成熟不成熟 你这个东西很另类 很特殊的 有特色 他说这样吧 我给你个机会 过两天呢 我们在这个工人体育馆呢 要办个百名歌星演唱会 我想请你来 你给我唱一两首 你自个写的歌 崔健一看有这机会 当然就高兴 哎 接着呢 他就去参加这百名歌星演唱会 当时崔健就借这个机会登台 演唱了他写的一无所有 那是一无所有第一次 在公众面前亮相 一登台 大家一看崔健 不少人都觉得 这个歌手可太灵类了 一上来呢 咱说一般这个歌手登台 你不得打扮那漂漂亮亮 立立索索的 可是一看崔健这打扮 一个裤腿高 一个裤腿低 身上穿的是北京的农民的 那个时候 冬天不穿棉袄 外面扣一个马挂 就那种马挂穿上 肥肥大大就上台了 拿了个吉他 上来 我曾经问个不休啊 你何时跟我走 全场都震了 在中国没有摇脏 在中国没有摇摆 孙剑终于在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出现 他就像开天辟地的勇者 让中国人沉睡了许久的心灵 共同找到了跳动的脉搏 在今天看来 历史已经把那天塑造成一个传奇的日子 中国摇滚的历史 就从孙剑一高一低的裤脚 踏上工人体育馆的那天开始 说这个孙剑是玩得够另类的 说这个风格 崔剑一开始就这么另类吗 不是 完全是误打误撞 因为崔剑在后台的时候 一开始他是穿这个西装 可是崔剑如果我们见他本人 你会发现 他是个其实又瘦又小的人 他弄的是西装吧 西装我们知道这肩宽人穿的好看 宽宽大大的 他搁的身上可他好 显得挺小的 穿挺大的衣服 后台有个艺术总监看他一眼 说崔剑你行行行 你别穿这西装 太难看了 说这时候要上台了 说那穿什么呢 你穿他这个 旁边有个鼓手 这鼓手呢 就穿着那个大马褂 那鼓手像我这块人 穿的马褂还显得小 跟紧身一身 反正你穿也不合适 你把西装脱给他穿 你这马褂穿你身上 这么崔剑 着急着忙的 把这马褂穿身上 然后再提着裤子 拿着急他 这时候崔敞的上来了 赶紧赶紧到你了 到你了 所以崔剑也没来得及 把裤腿衬衬 一裤腿高 一裤腿低 穿着马褂 肥肥达达就上台了 所以这个完全 是当时那种情况下 就等于是一次误会 这是 可是这一次误会 把崔剑的扮相 和他的音乐 结合到一块 大伙得出了两个字 叛逆 就是在那个时代 文化启蒙的时代 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压力下 跟西方文化的压力下 激发了本土文化 前所未有的一种冲击力量 而这种力量 是一批愤青来实现的 所以当时管制 叫叛逆的一代 那么崔剑 就是发出叛逆声音的 这种接触代表 那么这种叛逆 从何而来呢 我们说任何摇滚乐 都有一个特点 它非得在一种压力之下 才能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那么当时我们看 这种压力体现在什么上 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 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前 似乎中国人 还没有人更多的谈到自我 也没有人敢更多的表示自我 而这种现象 我们说到音乐 在音乐里边 有好多这样的现象 你比方说 音乐里不是不唱个体 可他唱的个体是什么呢 往往很抽象 很虚无 很庞大 比方说大伙听刘炳毅 我为社会主义现实有 金球河山美如花 祖国建设跨军 我只是祖国建设的一员 哪里需要 哪里搬 那么你像部队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个老百姓 虽然唱的是我 那来自老百姓多了 他其实是唱的 每一个解放军战士 所以整个音乐里边 但凡谈到个体的时候 往往是庞大的 有代表的虚无的 而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想什么 我做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的个性在哪里 我的情绪在什么地方 我如何宣泄 这是当时中国音乐的一个空白地 那么崔剑的出现了 恰恰就是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我存在了 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体会是什么 我的感觉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没有感觉 今天开始 我作为一个活生生 有血有肉的人 我感受到了痛 感受到了快乐 感受到了幸福 崔剑发出了 这个人生的第一次啼哭 崔剑的歌曲里边 像《新长城路上的摇滚》 这盘带着里边 你看一开始 整个这个代表 我们从头到尾查他的歌词 总结起来有187个我 而这187个我 都不是一个抽象空虚的力量 都是讲自己活生生这种体会 你比方说 在这个《新长城路上摇滚》 里有一首歌叫《甲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 又要从北走到黑 你把这歌里查查 这歌里边我是最多的 要人们都看到吗 但不知道我是谁 要站住你和我做的脸 就请你给我的帮我水 站住你已经翻唱了 就请你补我的水 那么崔剑创作了这么多的一些歌曲 在当时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那么说这个时候 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段 就会出现一些 与这个时代呼应的人 可是这个人的出现 可能是必然的 但是他成长之路 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 崔剑呢 他家里边有人干这个 搞音乐 崔剑最开始不是说写歌唱歌 他是玩乐器的 崔剑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号手 而且还进了乐团 那么他进乐团以后 崔剑并不满足自己的这种音乐生涯 他当时在北京啊 团结了周围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自己音乐理想 他们发现传统已经不能给他太多的营养和力量 他想了个办法 他们这些人都聚集到了中央美院 为什么到中央美院呢 因为中央美院这儿呢 有很多搞前卫艺术的人 音乐和绘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共通的 另外在中央美院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那么这个外国留学生年轻人嘛 也会带来一些前卫的音乐艺术 所以崔剑在那儿呢 了解到了西方摇滚乐 了解到了黑人说唱 就我们说这些rap 什么布鲁斯风格 他就是在这里了解到的 而且崔剑听了这个之后呢 他不忘让这些留学生朋友把歌词翻译过来 所以当时崔剑有了一种对西方摇滚乐很立体的一种印象 那么当时崔剑听了这些音乐的 我们的音乐也应该向这个方向走 就是这种摇滚乐激发了我们心里一种熊熊燃烧的一种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无法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需要音乐上的合作 所以他跟他的朋友在一块 我们成立个乐队 通过音乐来展示我们的理想 可这些人有个特点 不修蝙蝠 性格上叛逆 往往对传统的这些清规戒律也不屑一顾 可是这些人多数都是有单位的人 没单位的人家里看他们干二溜的事 那时候谁没有单位的话挺可怕 你等于被这个组织排除这个之外来 社会闲散人 社会无业人员挺可怕的 所以有很多呢 他们组织上成员面临这种压力 比方单位领导找谈话 不用这么一天不绣边幅啊 你看这吊子浪当的再不行 回到家里 家里也说不正经找工作 干什么玩意 所以他们这些人 是等于不被社会主流代战的 而他们觉得恰恰是这种音乐 给了自己生活下去的一种力量和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压抑的环境下 他们爆发了巨大的创作能量 其中有一首歌可以作为代表 叫快让我在雪地里撒单人 不然我会也回家一场 不然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看我的耳朵 看我的耳朵 自己的地阶 在这里有一一点 在这里有一点 吗 在这里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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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会在这里 你回我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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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道不醉黑的上沙的夜 今天我们一说谁创作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你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当年在八十年代喊出 我最需要一种感觉 这真是一句振聋发聩的一句话 所以当时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 这个歌在那个时代是风靡一时 那我们看崔剑的影响力 在当时就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这个影响力扩散出去了 但是我们说任何一个音乐人创作歌曲 他都离不开写男女之间的感情 可是像崔剑这样的摇本歌手 他写男女之间的感情 有着强烈的这种社会批评意义 所以崔剑跟哥们聊天就说 哎呀我遇到个女孩我挺喜欢她的 我说两个人谈婚论嫁 这女孩跟我说你在哪个单位啊 说没单位 那能挣钱吗 挣不着钱那就不行 那你理想什么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理想 我每天跟哥们一块做音乐 四处去流浪寻找这种感觉 这女孩说你跟你感觉过日子吗 拜拜吧 所以在这种程度上 崔剑一听 这个太有社会批判力了 她根据这个写了一首歌 叫花房姑娘 你问我将要去何方 我只是大海的方向 大海的方向 你提前情商事给我 你可怎样 你风不想去想活动 我只是大海的荒漾 你风不想去想活动 我只是大海的荒漾 你对我走进你的海吧 我不想逃脱她的脸 我不想逃脱她的脸 我只是大海的荒漾 你风不想逃脱她的脸 我只是大海的荒漾 我只是大海的荒漾 我不想逃脱她的脸 你说我世上最坚弱 我说你世上最坚弱 你说我世上最坚弱 我说你世上最坚弱 崔健的音乐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她的音乐更成为很多人今后面对生活 面对困难的一种信念 然而在当今这个浮华的娱乐圈里 如今的崔健为什么会发起真唱运动 令身体力行的坚持到清甜 广告之后为您计较 广告之后为您计较 摇滚斗士 她是中国摇滚音乐的康山鼻祖 她的音乐威力之猛烈 自穿每一个人的内心 她的音乐让中国摇滚 从一无所有中破壳而出 但从不向任何人抵头 她就是崔健 一个忠于自我忠于勇敢 终于兴趣的新飞艺术家 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解读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 崔健的音乐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她的音乐更成为很多人今后面对生活 面对困难的一种信念 然而在当今这个浮华的娱乐圈里 如今的崔健为什么会发起真唱运动 令身体力行的坚持到今天 那么老崔这些年可能很多朋友在关注 说崔健这些年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少了 他在干什么呢 老崔在90年代干了一件特有意义的事 就是真唱运动 因为崔健发现了 这演唱会上假冒伪劣产品越来越多 有的这个演员一登台不唱歌 一个劲儿在那说 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我从香港回来 没想到北京冷层这样子 很讨厌一个个介绍 这是我的贝斯手 这是我的鼓手 不要看他只有17岁 却已经眼睛脚滚跃达到50年了 没完没了 还有一种到唱的时候 你发现有毛病了 那行人发现对口型 假唱 事先把唱的都录好了 他在这对口型 这就是假冒伪劣欺骗观众 我花那么高的价钱看演唱会 我听你假唱 所以这个时候 这种事情已经成了当时演唱会的前规则 都这么干 所以崔健 继续带着他人到中年那种批判性 继续带着愤青的气势 做那个敢于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 站出来说提唱真唱 这个事得罪人 因为很多那时候被商业包装的歌手 你要他真唱不行 咱们今天有的时候 我就曾经感受过到一个展览会之前 看这个演员在后台准备 然后上台唱 那天真是真唱 有些标榜自个是实力派的歌手 一唱高热就唱破 就说那个实力可以想见 所以老崔当时掀起这个真唱运动 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也得罪人 但是这是老崔从批判这个角度 干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不复义的事 不复义的事 藏人伤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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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人伤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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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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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 崔健为什么会让所有歌迷都蹲下来 生活中的崔健又在做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广告时候为您记响 很多音乐人在这个庸俗的娱乐圈里 沉沉浮浮的哄男绿女 内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名利双收 内想着自己可能成为崔健 但是为什么你成不了崔健呢 崔健值得放弃好多事情 崔健值得本能地和攻击世界一些东西保持距离 而我们很多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贵会 老梁贵会是用踏浪电动车冠名赞助播出的 下期节目再见